觀眾朋友 你好 今天就吹氣了 希望大家每天都過得健康 平安 幸福快樂 可是萬一 萬一 真的很不好的情形下 三個半天 破壞 特別是今年 過年 雖然說要放這個五天而已 過年的時候 生病怎麼辦 譬如說 一直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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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腹瀉 或者是肚子痛得要死 或者是說呢 有暈眩 奇怪 怎麼會這樣這樣 是不是該去掛個急診 今年呢 各大醫院呢 全部都篩爆了 我們同事說 他在台南去西美醫院 那邊好像在逛年貨大街一樣 只是大家呢 其實真的是都很慘 如果說 在深夜的時候 如果說在假日 現在七休一的問題還在 如果說在連續假日 春節的時候呢 發生了這些所謂的疾病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嚴重還是不嚴重 應不應該去看醫生 怎麼辦 只好通通去擠到大醫院的急診 這個時候呢 有頭痛的啦 有肚子痛的啦 有腹瀉 有嘔吐了啦 甚至有中風的啦 有心臟疾病 心肌梗塞的呢 通通擠進去 再接下來呢 有重大車禍進來了 所以這時候呢 醫生到底該救誰呢 當然就那個最嚴重的 可是呢 如果說已經有一個重大車禍的 又來一個心肌梗塞的 這種醫療品質 真的是很有問題 在這個情形下呢 有一間診所 合眾診所的 他提出來說 那很奇怪 那是怎麼收無不分輕重 通通都要去擠大醫院的急診 難道我們臺灣不可以有一種概念 一種制度 叫做輕急診嗎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一直吐 一直拉 或者是說呢 你就是那個過年齁 切菜的時候 刀子去掉一刀 血真的流很多 你自己也止不住 但是呢 也真的不會有什麼生命的 立即危險的 難道你真的都要去掛臺大 去掛馬街嗎 可不可以有一個看起來 沒有那麼那麼立即生命危險的 比較輕一點點的這種疾病呢 去掛所謂的輕急診 在這個想法提出來之後呢 他說 咦 我只是說要去給醫生確定一下 我這個是不是說感冒那麼久 會不會併發肺炎 我是不是所謂的心流感會死也不會死 如果我們不會怎麼樣的話 經過一番檢查 然後給藥之後呢 我祈求給安心回家 到底臺灣可不可以增設這個叫做輕急診的制度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特別歡迎是合眾診所的執行長 而他呢 現在已經正要做這個所謂的輕急診 也不管健保署支持或不支持 反正他就先做了再說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月前呢 他才從生死這個鬼門關走了一朝回來 他去臺大掛急診 他看到說 哎唷 他在救他的時候呢 旁邊還有那麼那麼多的這些人呢 等待救援 但是呢 還有很多很多人呢 是比較輕的病 如果他分流的時候呢 對臺灣對所有的病患都是很大的幫助 先來歡迎是合眾診所的執行長 李向臺執行長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李向臺醫師 今天下午你還在動刀 因為你是那個境外習章的很重要的醫師 沒有 今天晚上就幫你拉過來 謝謝 再來特別重要是健保署的態度 是支持還是反對 我們歡迎是健保署醫務管理組的組長 李淳富 李主長你好 大家好 再來也是 這個應該也算苦組了 每天都是苦組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的主治醫師 顏瑞生 顏醫師你好 大家好 健康平安 謝謝 醫改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 大家好 資深的醫療媒體人 洪素卿 大家好 先請教一下 那個向臺執行長 是 之前我們看到長庚醫院 就是說 這個急診 了錢 了得要死了 就是就開始砍這個人力 要緊縮 你是打他敗去 你要去做急診 診所來做急診 你不就虧得一塌糊塗嗎 其實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跟一般社會大眾 或是一般媒體看的不太一樣 因為也許長庚醫院今天他的急診 平均值是虧損的原因 就是因為重症跟輕症混在一起了 因為輕症不一定要用到那個急診室 重症急診的這麼好的設備 結果他去用了這麼好的設備 他的收入很低 所以他這個問題反而讓他的 整個的收入稀釋才造成的問題 所以不見得會虧損 不見得會虧損 但是我們也不能虧損 對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合理的收入 你怎麼會想到要做這個輕急診 你兩個月前是怎麼樣 這不是我想的 因為我們在四五年前 我們跟醫學界很多的前輩 包括我們前前任的衛福部的部長 邱部長 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臺灣的現在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因為事實上 整個的醫學中心的庸舍 尤其是急診的庸舍 已經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因為每個國家都在談醫療分流 分級醫療 垂直轉診 多點職業 開放診所 開放醫院 可是我們國家一直沒有辦法推動 沒有辦法做 他跟我講說 向臺 你有沒有看一看 美國為了做這個事情 開始做了這個UCC 就是Urgent Care Center 已經有一萬四千多家的UCC 把美國的急診的 擁設的情形 解決了很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完整的改善了美國 在分流制度上的情況 他問我說你要不要考慮 我們也來做一下這個情形 那這個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所以醫界討論這個已經討論很久了 然後林作園部長 他上任的時候他提出六個重要的醫學的政策 包括了分級轉診制度 包括了家庭醫師照護的制度 包括了這個垂直轉診 包括了多點醫生的多點職業 包括了這個開放醫院開放診所的這樣的觀念 這些都是先進國家在做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結果他還沒做完就 就下台了 就離職了啦 那我想現在的 現在的署長也是 現在的部長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一直都在跟衛福部 也有跟過我們李署長去報告過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就像您剛剛講的 這其實除了醫學上的熱情 跟我們對於事情解決的這個態度以外 其實最大的關鍵 還是他的財務運作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做 因為你這做得對的民眾是一個好處 但是你不能讓我們所有參與的人變成 像長根講的說 財務等一下要請教一下健保 可是主要是你兩個月前 你是因為體內大量出血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已經經過了一年多的規劃 那當時我一年以前 就是因為為了這個原因 我想要找我們 跟我們臺灣比較相近的一些文化 制度上的國家 新加坡 我找了新加坡以前百會集團的創辦人 林卓斌醫師 他對這個事情很有經驗 所以像我們在談的這個叫做 Urging care center 在新加坡就是 Walk-in center 你能走進來的 不是躺得進來的 走得進來的 這是兩種不同的急診 所以分流制度 對於醫療費用的這個節省 其實也是有幫忙的 瞭解 那我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因為很擔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要找有經驗的前輩醫師 或者曾經執行過的人 去做規劃跟計算 結果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當然不是說我們像投資一些很大的產業一樣的這種回憶 但是我想 基本上還是有一點點的合理的理論 瞭解 所以我們就想要做 一定要做 但是沒有想到兩個月以前 我自己也出了那個事情 我想應該是 上帝給我的一個警示吧 他跟我講你不做不行了啦 要趕快去做 因為事實上確實是這樣了 我們生病了 住院了 一個重症的病人 像我那天 我真的非常感謝臺大醫院醫生的 這個超出世界水準的治療 因為我的 我的人根本沒有血管 那時候又休課 沒有辦法找到血管 他是從這個小 那麼小的一個小血管 放針進去了 整隻腿 OK 兩手兩腳 還再加上那個中心靜脈壓的導管 因為那個東西我很熟悉 我們開心上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終於知道了 為什麼我那次一定要去住院 如果我沒有自己當過一次病人 感覺一下病人的痛苦 是 全部都用嘴巴在講 用頭腦在想的 這個事情是做不成功的 不過那個執行長 那一天的情形就是說 因為你那時候是體內大量出血 然後你是那個說實在 稍一延誤 大概今天就看不到你了 可是台大急診室呢 除了處理你之外 還要處理很多過年時候出車禍的 他可能需要截肢的 可能需要什麼什麼的 但是呢 還有大量的這種人擠進台大急診 我們來看看 其實急診人數最多的呢 不是心臟病發的啦 不是中風的啦 不是出車禍的啦 是什麼呢 喉嚨痛的啦 肚子痛的啦 狠狠長期不順的這種的啦 你也不能說他沒事 他搞不好呢 後續會有很嚴重很嚴重的事發生 可是呢也很多根本也沒什麼事啦 但是我們來看看 急診人數最多的三大類疾病呢 包括將近兩百萬的人呢 是喉嚨痛 胸痛腹痛 那將近一百五十三萬多的人呢 是外傷骨折 中毒病方症 這輕重差很多呢 譬如說呢 你去菜刀撩到 實在說可大可小啦 斷了一隻手 那就嚴重多了 兩隻手兩隻腳都斷了 那就太嚴重了 這種人呢 通通也都擠進去 輕重完全不分 肺炎的 呼吸道感染的 氣喘的 那氣喘呢 是很容易死人的 但是呢 像我這一種喔 你趕快抓起來的時候 那邊噴一下就好了 所以真的是輕重差太多太多 通通擠到急診去 先請教一下言醫師 其實今年過年應該不太好過 對啊 今年過年齁 那個病人量齁 再多了兩成 那 那一般的感冒啊 這個腸胃道 呃 就是感染的個案 就多了非常非常的多了 所以今年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不過 其實呼應剛剛這個李執行長講的事情 就是說 這些輕症的個案其實 當然會造成急診的很大的一個負擔 但是 像剛剛主持人有講 這裡面有一些症狀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那背後其實 有可能有很複雜的問題 是 那所以 我們其實有時候也很難強求病人說 你就是一個感冒 就不應該到醫學中心的急診 因為畢竟 所有的急診醫師看多了都知道 有很多很常見的一些問題 常見的一些症狀 背後常也會 常常暗藏了很多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 他可能是很簡單的這種 呼吸道感染的症狀啊 他就覺得一點咳嗽啊 就X光一照不得了 這個肺部一大片的肺炎 只是他的症狀上 不是那麼嚴重而已 所以 像李執行長講的這種概念 在國外 像美國啊 新加坡 都都有這種 這種Urger care center這種概念 就是說 他可以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去看 那有些 有些急診的時候都可以去看 的確看起來可以 好像比較 病人比較不用去急診 去那邊排隊等 是 不過齁 其實 美國跟新加坡成立 這Urger care center 其實這種 所謂的輕急診的背景 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去急診要等很久很久 像我個人的經驗 在之前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小小小朋友 有一個小問題 需要去急診 一等就等四個小時 對 所以呢 因為病人要等很久 所以 美國的門診 也要等很久 我們約一個門診 可能要等兩三個禮拜 所以導致說什麼 我們需要有一個 很快可以看一些小病的地方 所以在美國加拿大 有這個發 就是 產出這個Urger care center 輕急診的這個背景的文化 在這裡 但是臺灣其實不太一樣 就在於是說 我們的急診 病人來等再久 三十分鐘 了不起 六十分鐘 了不起 我們都全部把它看完了 所以呢 我很擔心 這個Urger care center 對病人來講 沒有太大的誘因 你知道美國他們的那個 保險公司 怎麼宣傳他們Urger care center 他們是說 Urger care center can save your time and money 他說可以節省你時間跟錢 所以叫他們趕快去Urger care center 不要去急診 所以某種程度啦 如果說輕急診的這個急診 掛號費跟部分負擔 是跟臺大醫院的掛號費 部分負擔是一樣的話 大家想說 我當然也是來去台大比較好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制度上 是否能夠設計出 能夠有效分流的 可是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因為你不能怪民眾 怪病患說 你這沒事 你要來浪費資源 因為其實很可能 小症狀背後是會致命的大疾病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一個專業的篩檢 檢驗的一個方式 過程來去決定 你這個是輕還是重 可是如果把所有的負擔 都丟給大醫院的急診室 那大醫院當然會癱瘓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做輕急診 這是李向臺醫師 他說急診實在有患者太多 很多輕症 不耐久好 就很多那種喝醉 就常常急診室暴力 就有的沒的 所以應該要讓急診分流成為重症的急診 還有輕症的急診 醫學中心好好處理那種非常棘手要命的 這些急診的病患 而輕急診的這部分 就來處理那種可以慢一點 但是看起來有一點嚴重這些人 運作模式 專門收這種減傷分類三四五級 比較輕的收費 應該要比照基層診所 什麼意思 就頂多一百五兩百塊 這個掛號費這樣而已 服務對象呢 當然就是有緊急醫療需求的 像是什麼 流感 骨折 發燒 嘔吐 腹痛 腹瀉 輕微燒燙傷 等等的 希望是可以二十四小時 現在看起來只是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我們來看看 臺灣是不是真的應該增設一個醫療制度 叫做輕急診 醫護人員在急診室忙碌穿梭 患者卻還是塞滿急診走道間 過年期間 類流感疫情爆發 連沛病家屬看到急診室人滿為患的景象 也嚇到了 因為我們原本是要進去觀察室 那到現在的觀察室其實也進不去 第一次遇到人山人海的情況 為了解決急診爆量的問題 有醫師決定引進新加坡的輕急診制度 比照大醫院急診二十四小時營運 但採診所收費 收治如發燒 氣喘 車禍外傷等 減傷分類三四五級的輕症患者 讓醫學中心的急診可以留給重度患者使用 李向台表示 該診所未來會發展垂直轉診 將患者依照症狀輕重分級轉診 重症者轉到台大醫院等醫學中心 中度患者轉至北市聯醫等區域醫院 希望以此達到分級醫療的目的 把這個分級醫療制度徹底的完成 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 要有相同品質的醫療設備的 第一層的輕症急診中心跟綜合診所 這就是關鍵啦 輕急診制度理已良善 但有基層醫師擔心 目前健保不給付診所急診費用 醫師夜間看診也沒有加成 輕急診爭取健保給付恐有困難 此外 輕急診診所配置的硬體設備標準 和急診室該如何區別 也是衛福部該考量的重點 所以關鍵就是在前 健保署支持輕急診嗎 我可能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剛剛有提到說 基層沒有急診的費用嗎 其實我們支付上還是也有給付 基層診所急診的檢查費 其實我們急診其實他有一定的定義 也就是說他有一定的疾病範圍 跟他的緊急的狀況 那當然因為民眾他可能不是非常清楚 他自己的這個這個病況的狀況 當然是要透過醫護人員的這個指導 然後給他們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從去年開始提高 這個急診的部分負擔或是門診 然後肺經轉診門診的醫學中心的部分負擔 其實整體上我們不是只有解決急診 這個都往到大醫院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在解決 在門診部分也都會有擁設在大醫院的狀況 是 所以其實分級醫療的推動 其實是我們一個大的方向 另外就是其實我們最近在推這個雲端 資料的分享 醫療資料的分享 其實也是希望透過有一些檢查 如果是在大醫院做 基層沒有那樣的檢查的這個設備 透過雲端分享 他在基層一樣可以去針對他的問題去解決 讓這個這個整體的就義上不會造成這麼多 湧入大醫院的一個狀況 不過那個組長我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健保署所提供的資料 事實上基層院所也可以有急診 但是急診就是他沒有辦法去分所謂的減傷分類 那第一級當然是最嚴重的啦 所以給付是最多的 可是呢 因為基層的診所 沒辦法去區分減傷分類呢 所以就乾脆就給一個一口價五百二十一點 不一定等於五百二十一塊啦 但是差不多啦 大概就是五百二十一點 可是呢 如果你到這些大醫院的急診室呢 他就會分 你真的沒處理隨死的這種 這叫第一級的 這給一千八百點 如果真的沒什麼 隨便開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消炎的啦 就可以叫你回去 這個叫第五級的 給三百九十點 換句話說 合眾現在已經開始營業了 三月會正式上線 就是依照這個基層院所 跟地區醫院的給付標準 他收一個急診病患 就是給他五百二十一點 那是診察費的部分 那其實他還要看他 當次就醫 他做了什麼檢查 有開了什麼藥 所以他其實是 這個只有診察費 診察費嘛 就是那個實際的醫療支出 在另外再生保 你說他如果有做超音波 我們另外有超音波的給付 那如果有抽血做檢查 也有抽血檢查的給付 這樣肅慶 你看起來好像不太合理 但是你看如果說他專門是收 三四五級的 第五級是三百九十點 第三級是六百零六點 那現在健保署給這些 基層院所跟地區醫院 是五百二十一點 其實也比第四級高 是 換句話說 其實是可行的嘛 如果你單以診察費來講 可不可行啊 如果是診察費這樣看起來是OK 但是他通常其實為什麼 我們民眾會跑去醫學中心 而不是留在基層診所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通常呢 一 因為診所沒開的情況下 所以去了醫學中心 所以清急診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時間上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也不是很想去台大 只是因為只有他有開 這種人會解決 可是第二款人呢 如果他不是在這種 因為診所沒開的情況下 而是說當我考量說 我這個情況好像應該去台大 就是一種品牌信任度 或者是我對後面整團隊的信任度 不會造成一個問題 我簡單說好了 我今年到去年之間 我去了兩次急診 那一次急診 我是去某醫學中心的 某個分的院區 那次去我宛如 就是一個貴賓 為什麼呢 因為都沒人 我那次是流感 然後流感因為真的很不舒服去 然後他裡面真的 就是人很少很少很少喔 然後呢 所以每個人服務都很好 因為他就是都很有時間幫你做 然後我為什麼會去這個院區 因為我知道 我那時候只是懷疑 我可能是流感因為症狀很像 然後基層診所不幫我做快篩 所以我不得已 我就只好去了那邊去 看他肯不肯 所以果然就是流感 然後你就覺得整個流程也沒有等 然後所有的什麼X光檢查 快篩什麼都很順利 然後最後拿到那個瑞勒沙 就是吸的 好 我第二次是陪人家去的時候 那一次我為什麼沒有再去那個院區 因為我知道我去那個院區 應該也沒人 因為那是晚上 顯然診所都關門了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說他胸痛 當胸痛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現在醫療資訊很發達 每個人胸痛第一件事想到說 遭了會不會心肌梗塞 對 但是你也有可能 因為本來胸痛分級 就是分到第二級了嘛 尤其他本來是抽菸 又有三高其中一個 你就會覺得 這下子我要不要去那個院區呢 我就想說 假設他今天必須做後續的處置 比如說他是心肌梗塞 他可能需要做一個支架 或者是新導管的治療 甚至可能後續要住院 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分 這個院區 有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他被收住院的話 我要讓他在這裡被收住院 還是去台大收住院 於是乎計程車叫了 就繞到比較遠的台大去 所以第二件事 我們會想去的 就我們在想說 有些人去急診 背後有一個目的是想住院 是說如果我必須被收住院 我希望能在這裡收住院 那因為那個情況之下 是第一個 我很難判斷 我這個情況 是不是很簡單的一個小感冒 或幹嘛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假設他是大病 我要在這裡被處理 所以其實就像剛才 我們一開始就講 民眾沒有能力判斷 我們是大病或小病 除非就是很明顯 我知道這次沒嚴重 只是因為診所沒開 這種情況下 我會隨便選一個有開的區域醫院 或地區醫院或比較小的地方去 否則在我們一聯想到 我可能很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選擇到大醫院 因為我們想說 假設我必須被收住院的情況之下 我要去那裡 所以輕急診要解決出第一個 當然針對那種是時間上很急的人 他來這裡很划算 因為我也不想去台大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好了 有一個醫生說啊 其實如果你去等一次很久的 你以後就知道你不會 你輕症不會去大醫院 他說他碰到一個媽媽 有一次剛好過年 他的小孩子就發燒 又拉肚子 又拉得很嚴重 那小孩子媽媽都很怕會出什麼事 所以就去了醫院急診 去醫院急診 當然就會分五級 他那個就被分在後面 因為你也沒有發燒很燒 你就拉肚子 然後醫生面前 就有一疊那個病例 都會分嚴重到不嚴重 那他們那疊就很高 然後因為醫生一直在做很嚴重的 嚴重進來了 然後他那疊就越來越高 他一直在想怎麼辦怎麼辦 什麼時候才排到我 他說醫生什麼時候排到我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減傷分類 前面的剛好一直進來 你就一直就要等 他說那我小孩要怎樣 他說你小孩 如果什麼類似頭破血流 我幹嘛 你的意思是我現在把他拖出去撞一下 流血才有機會插隊到前面嗎 他說不是這樣講 減傷分類就這樣 你很不幸前面一直來 所以他們輕症那一疊 他說他光那一次呢 在那邊除了等很久之外 好不容易看到了 那他說你這個症狀 可能要等一下要打一下點滴 因為怕他脫水或幹嘛 糟了他點滴 因為很擠沒床 沒床的情況之下 他說拜託他還有分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輪椅 還什麼不錯 他說據說最嚴重時候 還要搶點滴價 因為連點滴價都可能是不夠的 所以他去了那一次之後呢 每年過年前 可能要放長假 他會先帶小孩去醫院說 醫生幫我看一下 我兒子現在正康狀況如何 先去診所處理完所有事 所以你去等一次如果很怕的人 他其實也不會再想去弱輕症 那個問題如果說輕急診的制度出來 這種地區社區型的診所 但是他是二十四小時 可以處理那種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的病 會不會解決你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除了他能解決之外 第二個事情就是他有檢驗能力 對 就像我為什麼說後來我要去那個 醫學中心的分部去做一個快篩 因為我其實就覺得我是流感 那那診所醫生死都不管我做快篩 我只好去那邊 然後做了我就是嘛 然後後來就等 所以第一個檢驗 然後之前有一個小朋友也是 他就說 比如說他咳了很久 然後診所 因為他也可能沒有辦法做一些X光檢查 情況下 他也很難直接說 我就給你開某種 比如說特殊的抗生素好了 然後可能他去了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就給他開那個抗生素 他覺得那我以後就取什麼 所以第二個 我們相關的檢查的能力 這是的 那可是檢查能力之外 我覺得他們要成功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後送的管道 就是說一旦我已經確定你來了 我可以 你可以走進來 但有時候是橫著躺出去的 對 因為你來的時候 那病情變化是很快的 你一開始以為自己很簡單 那這種人 當我在這個緊急的 到這個輕急診的中心來 然後確定說我其實是一個重症 我必須轉送到大醫院的時候 他這個管道是不是很順暢 是不是比我自己 隨便叫計程車去台大順暢 講白的是說 合中藥成功的創設輕急診的制度 就必須跟台大合作 對 就是他必須是跟一些品牌化的醫學中心 就說 你來我這邊 我在判斷之後 我可以麻煩你輸送那邊 而且我已經幫你檢查完 所以接下來 你在去的途中 那邊的醫生已經知道 我這個病患要幹嘛 他必須做什麼事 你改會支持設立這個新的輕急診制度嗎 我想 急診的部分 當然過去有很多醫苦民怨 但我覺得問題是在假日或者連假的時候 問題是比較嚴重 平時我覺得問題沒那麼嚴重 那所以我們過去一直主張是說 如果遇到連假 特別是說春節期間 又遇到到大概都是流感的高峰期 這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一套輪值 或怎麼樣的制度 那這個會比說 一般其實平時 特別平日白天的時間 真的都大院 因為我們把急診庸塞 我們大概都學理上 都把它分成看診塞 跟等住院塞 看診塞 你如果一般平日 甚至到了晚間九點以前 大概都不可能看診塞 那我也聽過 我們也訪談過幾個醫學中心主任 他們說 因為評鑑就規定 重度急救責任醫院 就要配置多少人力配多少 所以他們是大小都收的話 其實他們成本是比較攤平 而且輕症很快就看 所以他們也會收這個 那大概看診塞 我們也大概監測健保署 也都有那個紅黃綠燈 大概看診塞的 比例也很少 這一兩年大概也做了 大概三四五級的 其實健保的 就減傷分類三四五級 其實是減少的 在醫學中心大醫院是減少 但是大的問題是 只要到假日的時候 看診就塞 我們大概過去一兩年前 其實那次也是跟 顏醫師他當急診秘書長看 其實真正塞的時候 就是在連續假日的時候 特別是遇到流感疫情的時候 大概假日連假的時候 他的看診人數 就會比平日多百分之八十五 那我看公視新聞也有 在訪問張基 他說這現在已經變成超過百分之一百了 多多了一倍甚至比前兩年 多百分之二十 特別是連假之後 其實平時看診是沒有塞的 那我覺得說怎麼樣 這個類似像這樣疾悶診 或是說假日輪值的制度 能夠落實 那我重點還是說 包括顏醫師剛才講的英國制度 我覺得關鍵在於說 有沒有一個把關子 有沒有一個gatekeeper 因為民眾自己 大概沒辦法分辨 減傷分類這種 我覺得我們在講的 加醫制度 特別是二代健保法 在民國一百年通過 就要有一個家庭責任 醫師制度 他有一個二十四小時的call center 甚至我們當初期待說 是不是大這個 因為五家診所 有合作基地醫院 有垂直專診 是不是弄到說 每個家庭 都能夠趕快 有一個加醫團隊 來照護 我覺得這個會是 我們現在當前 比較重要的 不過執行長剛剛 肅清跟那個醫改會的意見 其實有一點點是說 你看喔 平常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社區的醫院 地區醫院 或者其他的 不是大品牌的那些醫院 他的急診室 其實是空空的 但是台大 馬街這種大的醫院 就是篩爆的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如果診所 也要來開這個 所謂的輕急診醫院 到時候的期望嗎 金普就沒人要去 我想這個 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在國外的經驗 我們就是要開在 醫學中心的旁邊 我們要也覺得 是醫學公信的 優勢 而不是跟醫學中心搶病人 那這是最關鍵的一個 關鍵點 所以很多最近媒體 來問我的問題說 李醫師 你這樣的話 健保局的態度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就給他開下去了 我說我不必要知道 健保局的態度 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台大醫院的態度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因為今天 今天垂直轉診最大的關鍵點 就是剛剛肅清講的 我的人能夠住到台大醫院去嗎 是 這個分級減傷的地點 不應該在台大醫院啊 他應該在輕症急診中心啊 是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那你怎麼減傷分內 我說現在ID那麼進步 你生病了 你不寫個line給你的醫生嗎 你不寫個line給你的醫生嗎 你可以拍個照給你的醫生 他就會告訴你 你可能是什麼問題 你立刻來我這邊 做個X光檢查 做個心電圖抽個血 很正常嘛 那如果你的line已經寫不下去了 或是我已經不行了 我的血壓不好了 你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醫生會告訴你 你要直接去台大醫院 甚至因為你可能是我的家庭醫師 照護的會員 我們直接跟台大醫院聯絡 我們有個病人 現在發生大出血 往你的醫院方向前進了 你要立刻去接受他 電影都是降演的嘛 你看到電影電視 伊隆都降演的 可是我這次去的時候 我感覺到 可能我們還是有一些 需要改變的 因為減傷分類 我已經在初選 病人 你的爸爸媽媽的 嗜好是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家族死 我都要死了 他還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思考 我的血都已經出來 從這邊 我就昏倒了 那那時候在搶救 當然我們的技術很好 沒有錯 可是前面的行政概念 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的減傷分類是 護理人員去分類 還是一個有經驗的醫師去分類 我們的分類 我們在急救那個 二進care center 我們是醫師在分類的 你有想過嗎 法院為什麼跟我們醫院 不一樣 法院的庭長 是最資深的在看案子 然後再分配給 這個是你的 這是我的 我們現在是叫一個護士在裡面 可能沒什麼經驗 病人 你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習慣 你是不是怎麼樣 我都已經快死了 你要跟我 趕快做急救的動作 所以剛剛主持人 你問的問 我的問題 其實在全世界的國家 都發生了 是 我同意我們的健保 辦得太好了 所以我們的急診 可能等待時間 沒有美國的久 可是也不 不是那麼快速 瞭解 你問我的一個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長庚為什麼做到虧錢 你那張圖就有了 你把剛剛那張圖給大家看一看 你醫學中心 投資重症的那個設備 看的是輕症 那不跟五星級飯店 在賣滷肉飯一樣 這是一種浪費嘛 了解 那浪費以後 你的人力 你的設備全部浪費了 你當然收支不平衡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最基本的財務概念 對 不過有時候我們換個角度 我們第一個一定是譴責任何的醫院暴力 可是你如果回到那個民眾的角度說 譬如說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老婆 我的先生 我的小孩 你一定認為他的病是最嚴重的 就是你不會去跟別人比較 然後送到醫院急診室裡面去說 奇怪 你給我分成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也都不來看我一下 你就一直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你那時候會很急 然後開始會有情緒出來 但是你也不能怪醫生 怪護理師 因為他們在處理更重要的事情 但對你來講 你的家人或是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時候呢 整個醫療品質呢 說實在就會大打折扣 我們來看看 你也不能怪病患說 咳嗽可能是很嚴重的事情 但也可能沒什麼事 我們來看看 心肌梗塞呢 他的前兆 可能是傷痕痕痕痕痕 傷痕痕痕痕 你就不可以去吃 蹄蹄蹄蹄蹄蹄 對不對 胸悶會喘冒汗噁心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 但他可能是心臟病發的前兆 肺炎的前兆呢 發生肝殼 呼吸短處 再來呢 如果是高燒 高燒了三四天 全身痠痛疲勞虛弱呢 很可能就是流感 那譬如說流感是會死人 而且很容易死人的 小中風 你開始會走路比較會偏 這樣 痕了 腳沒手 這樣 吞吞不下去 說話大字 這樣 說沒什麼 思考遲鈍 你可能覺得休息 坐一下 躺一下就好了 但是很可能 你已經中風了 腦震盪的情形呢 頭上傻傻 可能講話也還算正常 如果你不去處理 隔天就已經暴斃 腸病毒 也是看起來說 好像那個沒什麼運動量 什麼什麼的 所以你不應該讓民眾自己去判斷 自己的病情 你也不應該把所有的負擔 丟給大醫院的急診室 如果說這中間有一個中介的 他有專業的檢驗能力 判斷輕重緩急 該送大醫院的 該回家的 該在這個所謂的 輕急診中心處理的 能做一個分類 可不可行 能不能解決現在急診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現在急診室篩爆的情形 有多嚴重 二月初寒流發威 病毒的繁殖力變強 大醫院人滿為患 急診室更有大批病患 苦等病房住院 其實大醫院急診 擁塞的情況 不只有在寒流來襲時 平日也常常如此 急診擁塞原因之一 就是部分民眾迷信大醫院 即使是小病 也往大醫院跑 醫改會2015年調查發現 二十六家醫學中心 有八家約三成 看輕症比率偏高 而這可能排擠急重症患者的 就醫權益 但有時候民眾小病跑急診 也是逼不得已 因為假日不少診所 都沒有營業 有時候小感冒就要到急診去 因為假日沒有開 醫改會二零一六年的調查 也發現醫學中心的急診 等候看診人數 假日比平日多出八十五趴 看來要解決大醫院急診 擁塞的問題 不只是要做好分級醫療 衛福部也應該好好思考 如何提高診所假日的開診率 輕急診當然是要去解決 這個分級醫療的問題 可是有時候這些問題是 資訊不足的問題 拜六啦 禮拜啦 還是晚上啦 夜報啦 到底哪有在看診 沒有在看診我不知道 我乾脆衝台大 因為台大一定開的 所以其實呢 如果說你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嚴重 就是已經喘了幾天了 但是又有點喘 不是那麼喘的話 禮拜六 禮拜天到底要去哪裡呢 建議所有的民眾呢 先上一下衛福部健保署的 這個服務時段查詢 這個網頁 我們來讓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選一個啦 就是分區我們就全部啦 不分 然後那個鄉鎮呢 我們譬如說用台南好了啦 用昆兵伯的故鄉 用後備區好了 後備區 我那個也不分 因為我現在就只想看到醫生 來看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晚上 我也沒手機半天喔 晚上的時候大概是這時候啦 診療科別也都不要分 就是全部啦 就是反正看耳鼻喉科的啦 看皮膚科的 只要你有開我就去給你看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 台南市後備區 然後呢 這些醫療機構 醫療科別我通通都可以選 只要你有開就好 選晚上 來給他查一下 就有這麼多 但是呢 你如果選禮拜天 不好意思 沒有 就只有藥局有開 你如果是其他縣市 當然都可以比照 所以其實 每一個人 每一個地區的情況很不一樣 那有一些醫療資源 比較欠缺的 可能問題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有些是資訊的部分 確實有很多診所 六日晚上下午都有開 那可能不是在你家旁邊 這是資訊不足的問題 但是同樣 如果是三更半夜 連續假日 然後呢 我的病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所有的民眾被迫 只能選擇去大醫院急診室的部分 請教一下健保署組長 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很謝謝 剛剛節目幫我們介紹 我們其實不管是在網路上 或是你有下載我們的APP 其實都可以很方便去查詢 你想要看診的時段 有哪裡有在幫人 有開診的一個情形 那也很謝謝 其實是很多全國的這些院所 願意把他們看診的時段 上傳到我們的系統來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來查詢 因為組長我打個插 譬如說我現在選禮拜天 我剛剛忘了選這個了 譬如說禮拜天晚上 可是我們 可是我們其實也很難強迫說 所有的院所假日都要看診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希望 有自己的家庭生活 或是說他也覺得說 那個時間他有可能 他也不方便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強迫說 所有的院所 尤其是基層院所都要在假日開診 不過我們會定期去監測 大概整體開診的比率 那目前七一基層 在六 禮拜六開診率 大概達到八成三 那可是確實在禮拜天 就是因為有很多因素的影響 包括一例一休的影響 所以其實現在開診率大概百分之二十 那問題還是沒解決那種深夜 連續假日民眾看診需求 其實因為我們還是覺得說 這個也就是羊毛豬在羊身上 假設我們今天要讓大家都這麼便利 那或許可能真的在保費上面 或是什麼相關的政府的財務上面 還是要去做一些調整 基金長你的看法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成立這個 輕任急診中心的其中一個目的 因為我自己在台大醫院住院的那幾天 我有在急診室睡了三個晚上 我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禮拜六凌晨去了 就從那天早上開始 全部爆滿 然後都是小兒科的 那個感冒的 全部都在 都在台大醫院 那這個事情是要解決的問題 那外國是怎麼解決的 我舉一個我的同學在日本的例子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同學間都會討論 他在日本簽約間當醫師 他們就成立了像這樣的輕症急診中心 但是他的醫師公會的會員 自動自發了 每三個月去指兩天的班 三個月九十天指兩天的班 這樣這個是很合理的事情 那所有的病人在假日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就集中在那一種形式下的診所去看診 這個不需要再做額外的保費 所以收支就可以完整的事情 不過醫師站在台大的立場 會樂見其成 好 對於急診醫師來講 假日夜間 還有就是這種連假 這就是我們的痛苦 那這段就是這些 診所都不看診的狀態之下的話 幾乎就是台灣所有的醫療的需求 全部都是由這個百分之十不到的 這個急診醫師來扛起來 那所以我我會比較希望的是說 對 如果有這種二十四小時 尤其在夜間啊 假日 甚至這個連假的時候 可以看診的這個地方 對民眾來講 當然是是最好 可以多少可以分擔一下 我們的這種看診的這種 這種爆量的這種情況 不過素卿我請教一下 我們來看看那個請導播給我看一下 第六章 如果大家覺得說 好像真的應該有一個 所謂的中間的 不是處理那麼問題 那麼嚴重 沒有立即生命危險的 這些輕的急診的話呢 但是我們現在 健保署衛福部呢 其實對於中重度的急診室呢 有一定的要求 不是你要開就開耶 你包括說你要二十四小時門禁 你要保全 所以那就要花很多很多錢喔 然後呢 你要有報案機制 能夠通線 然後呢 急診診療區 跟後診區要分開 不然感染的這些問題 然後你要有急診部 重度也要急診部啦 那你主管呢 如果是重度級的呢 還要有具備急診醫學科 專科醫師的資格 不管是中重度呢 你都要有急診的專科醫師 現在診所就沒有急診專科醫師 然後呢 你不是只有急診專科醫師就好呢 心臟病 你要有心臟 心血管疾病的專科醫師 或者是說呢 骨折 車禍 你要有外科的專科醫師 這些呢 要在六十分鐘 或是三十分鐘內 要緊急會診 診所有這個能量嗎 對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院長他們想要選擇的是 輕急診 不會是想要做這些中重度以上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覺得應該要是兩端結合 我覺得他們的醫院 不應該只是做緊急的時候來找我們 其實另外一端 就像剛才行官講 其實另外一端 我們的他的家庭醫師制度 其實也起來 所以為什麼剛才李院長會說 這道理原則上是應該很像的概念是說 他這個醫院裡面有一些類似會員的病人 就人家保險中心 有保險那種保險樣 我都是這個這個診所的會員好了 以會員來稱呼 這個會員呢 他其實當我開始覺得 我有異狀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利用一些 以前像現在有一些是打電話的 那種那個緊急的 Urgent call 那他們可能也有一個類似這樣東西 我先問我們醫院說 我現在是這個情況 我應該去你那裡吧 還是我應該去哪裡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第一階段是藉由這種口頭上的認識 就是決定說他要來我們這個center還是去台大 那如果來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其實是要確定說 他有可能是中間灰色地帶 必須要進一次檢查 我幫他檢查完 然後決定 其實你只要等會回去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的情況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減傷分類完之後 然後把比較輕度的 我可以處理的 我處理到的概念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 對重度的好處是什麼 我想說他真的重點都不是在後面的治療處理 第二個重點就是除了分類 然後先初步幫你篩檢掉 要確定你要去哪裡之外 假設你必須去台大 他要做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在講 為什麼要強化加一制度的重點是 類似雙組織的概念 因為病患沒有能力跟醫生溝通 其實多半的時間下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問問題 或衝觸他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假設你這樣 就類似你有第二個組織醫師 除了醫院裡面這個 還有幫你做篩選 或你平常就已經幫你 在做問診的這個醫生 他去他是可以很明確地告訴那個醫生 我判斷他是怎麼樣狀況或幹嘛 甚至你住院之後 現在我們 臺灣也開始有類似這樣的機 有部分醫院開放 我這個醫生 甚至可以到你的臺大醫院裡面 幫你一起跟你講 我這個病患是怎麼樣 所以他要得到的 不是只有這個前半部 中間這一段 臺灣是前中後都有這個醫生的參與 臺灣我們現在就只有那種地區的診所 那白天下午晚上有看診 醫院不管是設地區醫院 或者是醫學中心有看診 有門診有急診 但是臺灣的醫療制度 就是沒有一個叫做輕急診的制度出來 健保署政府該用政策 該用預算 該用補助去輔導創立 這樣子一個制度嗎 其實我們 你要說政府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第一個他們之前不斷地用提高部分負擔 這件事也有點想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只是想把你分流到說 如果你不是那麼嚴重 你就不要去醫學中心了 你可能是附近的那個小診所 或者如果有開的這些地區的醫院 你處理一下就好 所以他們有提高了這個所謂的部分負擔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他們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在支付上如何明確地 讓重症跟輕症的情況 不要再處罰病人了 怎麼樣用一個制度讓他們引流 分 就是分流了 不會是說因為事實證明 只是提高部分負擔是無效的 因為你會記不記不記得 這一次的提高之後 剛好不幸地碰上那波的下流 下流感 是 下流感之後 結果急診的人數還是比同 去年同期增加 顯然之下 我有需求的狀況 我還是落入現在原本的科 就不論你告訴我 我要付多少錢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地方看 或者是 我很情況也很嚴重 我不會在意這幾十塊的 命跟幾十塊 命很嚴重 所以他們就還是會去那裡 所以事實證明 只提高部分負擔是一個無效的 提高部分負擔對於分流 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無效的 而且他只會懲罰那些經濟的弱勢 不過先跟我再回到那個問題 政府該用政策 該用預算去協助創立這個輕急診制度嗎 我覺得這部分 當然還是說 因為民眾自己沒辦法判斷輕重症 而且有很多的是模糊地帶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道成大醫院連假急診 庸宰宰還是說 因為我平常固定看病的地方就沒有 但我特別有症狀的時候 這時候我也跑下去 那我們怎麼樣分流 不要用漲價的方式 那以大雨治水 我們不能學他爸爸滾的方法 用圍獨 還是要分流 那分流我覺得說 當此我鼓勵一兩家 或幾家的輕急診 的診所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純粹看輕急診 那我覺得用現有制度 包括我們已經推了十幾年 十四年的家庭責任醫師的制度 或是其實我們五六年前 在談診所的合理門診 就討論說六日的禮拜六大概是晚上 禮拜天大概是下午到傍晚 其實如果他可以看到九點的話 其實對大醫院的急診 其實就有大概 我大概問過他們都說 可以分掉一半以上的壓力 那特別是廉價的時候 也要有一個輪值的名單 剛才李醫師講的 我們去年跟台大公會學院的 全民健保的論壇 也辦了一個就是日本的 他們其實在各地的醫師工會 就會有一個夜間固定 就是一個長頭節會登在報紙電視 然後大家輪著 但是健保是有額外加成給他們的 但我們五六年前在談這件事情 醫改會也有去開 這就牽涉到醫界 因為談總額預算的時候 就要跟醫界分配 大家就會說 我六我禮拜天不想出來看 那給他多的錢的時候 大家就反對 所以他們不願意給比較多的錢 不 誰反對 健保署反對 醫界反對 醫界的時候我不想出來看 那你給那些比較辛苦的人 比較多的錢 我就反對 醫師工會就帶頭反對 那不過今年比較好 我們談了幾年以後 今年有一個是由 醫療發展基金 就從健保總和另外獨立來一塊 因為健保總和七七七成 就是這麼一塊錢嘛 你覺得說要多給 假日出來看 多給錢 其他不出來看的 我就反對啊 我診察 其實臺灣真的很不合理 看診的診察費 禮拜天晚上的 跟禮拜一白天的 是一模一樣的錢 那我們就說是不是應該要 要分級 給不同的夜間的加成 或是禮拜天出來加成 那現在就是由醫療發展基金 由另外外加的預算去補助 開診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可行的方法 那怎麼樣再去鼓勵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不能說由民間自己 因為政府收了健保費 理論上就應該做資源 配給我可以去盤點 比如我們的醫療網 就是三十分鐘車程內 如果我有一個急診 就可以找得到 合理的診所 那他們就應該去盤點資源 比如說您剛才講的 台南的某一個鄉鎮 三十分鐘內 我禮拜天從中午十二點以後 我就找不到看診的診所 我是不是能協調一個定點 大家來輪植 然後加成 或是由加一群大家來輪植 不過那個最優先的要處理 就是民眾在深夜 在連續假日 在春節 他的看診需求 該怎麼解決 當然是包括所謂的輕急診 的這個制度也包括說鼓勵 透過健保更多的補助 讓這修醫生診所 願意在深夜連續假日 更多的來看病 以及其他的政策 可是我們剛剛一直談到說 分級量表 你不太能夠說 你連續咳嗽 到底是輕還是重 所以我們到急診呢 通常護理師或者是醫師呢 就會開始問動問息的 他主要目的就是要分這個 到底你來急診 你是屬於第一級 要立即救的 否則會有生命或是肢體的 這些危險的 這是第一級 剛我們談到這個健保補助 也是最多 第二級呢 就是十分鐘內 一定要處理的 這是危急 這個等級 有潛在性的生命危險 三四五呢 說實在 就不是有說不處理會死的 這個問題了 第三級呢 三十分鐘內要處理 所以你在急診室等半小時 很正常 不要打醫生 很正常 那病況可能會惡化 但是你已經在急診室 一定會有人照顧你的啦 但是他不會在你旁邊 因為有別人是第一級 第二級的 第四級 第五級 你要等兩個小時 很正常 但是如果說你有另外一個制度 包括說去診所看門診 包括清急診這個制度 你很可能去五分鐘內就解決掉 我再請教一下顏醫師啦 有沒有可能 如果臺灣要做這樣子一個制度 困難會是在哪裡 好 我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 這個病人來源 其實我比較擔心 這病人來源是一個 就是 我想一想 其實以臺北市來講 其實有一些中小行醫院急診 一直在關 那中小行醫院有沒有能力做到 像剛剛李執行長講的 基本的檢查 X光 電腦斷層 甚至住院都有可能 都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他們急診一直在關 因為他們收不到病人 了解 所以 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要成立一個新的像這樣 專門看這個急診的 的地方 會不會走上這些醫院的後塵 就是最後還是收不到病人 就要收藏 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其實剛剛肅清有講 病人會想的是 我要去哪裡住院 就跑到哪家醫院 這是一個第一個原因 所以 臺大醫院的急診的個案 我百分之八十 大概都是本來 就在臺大醫院 長期在看的病人 這些病人呢 你要叫他去別的地方 他怎麼樣 絕對都不可能離開 好 那另外百分之二十呢 就是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看 這一點就 這個部分的病人 就有可以琢磨的空間 所以我長期一直在講的是說 我們的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諮詢的專線 讓民眾可以打電話去問 可以問說 我這個狀況 我需不需要去急診 我如果真的要去急診 我現在我這個地方哪裡可以去看 剛剛這個主持人有用了一個電腦的這個軟體去操作 很好啊 可以看啊都可以 不過主持人可能忘記了 我們臺灣已經很多很多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他要就醫 我爸爸媽媽 我教他那個智慧手機 教了半天都很難學得懂 學得懂 但這個 會操作這個軟 這個電腦的這個介面 很困難上加難 所以 最簡單還是打電話 你就洗一支空白空空 不用夫婦的 對 就說不好意思啊 三期報名 我這個騷到要死啊 就有醫生感染這樣 你自己告 你去哪裡 對 政府可以出來做這個事情 我的估算 就保守估計 臺灣一年六百人次的急診 百分之十 百分之六十萬 只要六十萬裡面的百分之十 六萬人用 他就可以 健保就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費用 而且呢 對民眾來講 他也可以不用就是 一定要去擠這個大醫院的急診 在那邊跟一大堆人擠在一起 是是是 不過今天很多那個很重要的意見 也希望組長帶回去給那個李署長知道了 其實不只是輕急診 還有很多很多健保署馬上就可以做 但是執行長 你顯然也不是很care健保署的態度 你就先做了再說 先搞出一大堆數字 會探知 會了解 到底病患在哪裡 需求在哪裡 先做了再說 不是因為我們現在非到了非做不可的情況 因為我今天臨時被通知來這裡 我今天拿來這些書都是人家兩千零六年 兩千零九年在討論的事情 在外國已經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已經不能再走回頭路 那剛剛其實幾位先進 包括研醫師講的都非常好 我們其實有很多制度 那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把輕症急診 跟家庭醫師照護制度 雙向轉診 垂直轉診 雙組織醫師制度 我們是看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輕症急診部分 我是請急診專科醫師在負責 我們另外還有九個診間 是提供給我們家庭醫師 照護制度的醫生在使用的 所以這兩個制度的使用就是必須要有這個平臺 一個小診所 他就一個診間 他怎麼去做這個 是 而且有個家庭醫師制度的一個很大的消耗 我想選光一定知道 他說你要二十四小時call center 怎麼做啊 我說你用前面一個想想看 你請八個護士 一個醫生 一年的人事費用 一千萬跑不掉 我問你哪個醫院願意出來做這個事情 沒有啊 這時候只有我做啊 我們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我們IT的進步 用這些新穎的通訊軟體 用這個LINE啊 用這樣的方法 讓我們的病人能夠馬上看診 馬上快速的去掛號 是 那掛完號以後 馬上可以把他的祖宿告訴醫生 醫生在電腦前就跟他判斷了 請他 走訪台灣種植小麥的起源地 雲林麥寮重現麥田風光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你看他有馬 我們的道子沒有馬 走進麥田 上一堂小麥生態課 還要品嘗小麥煮飯的滋味 早期人家都會說小藝人小藝人 其實他就是台灣小麥 還要走獨島街體驗在地文化 周圍就八點來不太講在地旅行 跟著在地人活化區域 十分的轉步 重新認識與林麥聊 擅長以簡單快速取得方便的方式 分享正確生活觀的談敦詞 公開自己身體力行的生活防毒妙方 從日常生活做起 打造出全方位都健康的無毒好生活 現在捐款一千元 獲贈談敦詞的無毒好生活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轉角 如果蜜蜂都消失了 我們的生活還能一如往常嗎 瘋狂二 橫跨美國日本台灣 十萬三地 透過科學家之眼 探討蜜蜂消失的原因 尋找威脅人類健康的真相 公視網路商城 首度發行 名片型USB隨身帖 完整收錄 瘋狂一二部曲 一起解開蜜蜂死亡之謎 三十九年以後再聽這個歌 你還是覺得雙哲做的曲子 充滿了願景跟大的胸懷 我們即使意見不同 也能並肩作戰 這個是雙哲留給我們最重要最重要的 精神跟資產 2月24號週六下午3點 尋覓李雙哲 紀念李雙哲世世40周年 尋覓李雙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